接下来为您报道 美甲彩绘最近几年是越来越流行 不过有皮肤科医生发现 因为彩绘指甲不当 发生了细菌感染的病例也非常的多 尤其指甲的缝隙很容易藏污纳垢 那么美甲的同时 有时候会变成灰指甲 严重的话甚至整片指甲都会脱落 另外也必须要当心指甲油跟去光水 会对人体的皮肤和气管都造成过度的刺激 所以特别提醒小朋友和孕妇 最好都不要使用 很多女婿爱美 喜欢在指甲上彩绘装饰 不论是擦指甲油或者粘贴钾片 就是希望指甲看起来更璀璨 更晶莹剔透 就比较漂亮 然后就是每天可以搭配衣服 然后可以增加自己很多不一样的造型 它是涂在自己的指甲上面 然后会让自己的指甲变得比较硬 就比较不容易断 所以我还蛮喜欢做光疗的 不过指甲彩绘可别长期使用 小心指甲感染脱落 有医师临床发现 近两年来随着水晶指甲 凝胶指甲越来越盛行 求诊病患也跟着增加 因为指甲上的贴片粘着力强 不仅容易勾到东西 造成指甲断裂 眉甲缝隙也容易藏污纳垢 产生细菌和黎菌感染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很可能变成灰指甲 甚至最后整片指甲脱落 产生绿脓感菌的一个感染 它整个指甲会黑掉 变成绿黑色的 那之后也是整个指甲下面空掉 因为它没有附着之后 指甲就很容易脱落 医师提醒指甲油颜色越鲜艳 越要小心有化学制剂 去光水更可能对气管造成刺激 尤其小朋友和孕妇 最好避免使用 如果要擦的话 也建议民众 不要把指甲油擦到指甲肉缝 一旦发现指甲有异状时 就要立刻停用 另外也不要长期彩绘指甲 要让指甲休息几天 以减少感染机会 记者赖水美 庄志成 台湾报道 感谢观看